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不应该跟我道歉 跟姜晓宁道歉 什么 你说姜晓宁是贪污饭的女儿 小声一点 你害死我了 怎么之前没查出来呀 我是人事 我又不是间谍 我 但是这件事情在建筑行业里面 影响多大呀 你也是 是 这种事情怎么能够说过 不过姜晓宁也隐藏得够深的 难怪她都不跟咱们提及她的家里人 还有她上班的第一天 就坐一辆豪车上下来的 那个男的现在都在接送她 肯定是得用手段才行 也是啊 你说这样的家庭 小儿早上会是长得好 就是 我跟她从小一起长大 像亲哥哥一样 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 晓宁别误会啊 我们也是刚听说 就在这儿 八卦一下 我爸不是罪犯 请你们道歉 晓宁 我们在背后说你 是我们的不是 但是你爸爸的案子 已经定案了 不算是我们胡说八道吧 更何况 要不是因为你爸贪污 那东江集团 也不能闹成那个样子 这公司都搞倒闭了 你要知道你爸贪污的那些钱 大部分都是养老金 还有那些离职员工的 买断的钱 你知道多少人跟着遭殃吗 好多人都吃不下饭了 我可没有冤枉他 我再说一遍 我爸不是罪犯 晓宁啊 这个事情闹得这么大 那网上随便一查 就能查得出来 我可没有乱说 算了 算了 咱们别在公司里 说这种事情了 大家都是同事 别想恨你 我说都是事实啊 那不是事实 我爸不是罪犯 你必须道歉 我真的懒得跟你说 道歉 晓宁 你干吗 道歉 放手 道歉 不是 你放手 你竟然没 晓妖剑 晓妖剑 都晓妖剑 晓妖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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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 顾总 晓妖剑 咱们一起共事了 这么多年了 你今天怎么了 为什么要私自 泄露员工的资料 如果我知道 我公司的人事主管 是这样的人 那我是不是真的 应该重新地 好好地考虑一下 有没有更加合适的人选了 顾总 我错了 这是最后一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了 顾总 对不起 顾总 对不起 不应该跟我道歉 跟江晓妮道歉 晓妮 对不起 今天是姐姐做得不好 抱歉 你看 好了 别生姐姐的气了啊 晓妮 我就是随便八卦几句 你也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别往心里去啊 哼 我就是 这个地方 其实是什么样的 你的 你也知道 是什么样的 你是什么样的 那你这样的 我不是什么样的 我在那里也知道 那么大 如果不同家的人 就看着你 都要不 안得 因为��이 Bru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